以色列宣佈進入緊急狀態 真主黨據點密集被詐 台籍女疑犯或將會引渡中國 菲律賓綁架案再引發關注 新加坡世紀貪腐案 上繳38萬張款 康明海講述中國監獄苦難 外交部說 謊話抹黑 《乾淨世界》和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每日曉民 我是黃蓉 今天是9月25日星期三 在節目的結尾 我们会分享一位健康520用戶的真实故事 他有家族遺传的高膽固常问题 服用三高代謝宝之后 膽固常由160 下降到120 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 有類似的健康困擾 就千萬不要錯過節目結尾的這段分享 綜合美國媒體報導 以色列在當地23日清晨起 開始轟炸黎巴嫩 以色列軍方表示 當日累計攻擊黎巴嫩南部和東部 1600個真主黨據點 據黎巴嫩衛生部24日說 以色列空襲真主黨目標 導致黎巴嫩死亡人數已經達到558人 以色列今次襲擊目的是有效攻擊真主黨 值得一提的是 據X帳號羅祥發文表示 在以色列空襲中死亡的拉德曼部隊高級指揮官阿基勒 他先前在科基爆炸事件中曾經被炸傷 出院之後立即召集手下部署報復行動 因為對港機也爆炸 通訊困難 迫到真主黨唯有全體集會 而以色列獲得情報之後 出動F-35戰機發射飛彈 精準攻擊會議地點 阿基勒和20多名指揮官當場身亡 真主黨主要領導層幾乎被殲滅 據傳有兩名真主黨官員 包括負責幾十億美元 國際捐款和投資的真主黨財務總監 背叛出走到以色列 以色列國防軍參謀長哈列維 在24日舉行的形勢評估表示 我們絕對不能給真主黨有喘息的機會 我們將會繼續全力作戰 今天我們將會加快進攻行動 增援所有部隊 目前形勢需要各條戰線 繼續密集作戰 X帳號以色列戰爭 上傳了真主黨彈日庫被破壞的影片 在影片中 真主黨彈日庫發生劇烈爆炸 火焰所產生的光 將夜晚變成日頭 真主黨23日晚 向以色列北部港口城市海發 發射大量火箭炮 以色列在海發啟動鐵窮系統之後 帶量攔截真主黨的火箭炮 很多民眾並沒有徹底躲避 在高處捕捉鐵窮帶量攔截的畫面 甚至在自己家露台 看鐵窮所發揮的威力 反導彈系統不斷將火箭炮擊毀 形成一陣又一陣的火光 以色列也是時隔18年 首次在海發地區發出防空紅色警報 部分居民聽到警報之後 也得到避難所避難 但是因應衝突聲音 以色列23日晚宣布 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警告全以色列平民 都可能會受到攻擊 以色列新消息報網站 報導 以色列政府以13日緊急投票 通過全國緊急狀態 比以色列國防軍負責民防的後方司令部 獲得更多權限 包括主動向民眾發出警報和命令 以及更有效地管理潛在威脅 該緊急狀態令將持續到9月30日 不過以色列時報就指出 以色列中部和南部的學校和工作 仍然如常進行 由於可能全面開戰 除了林肯號航空母艦戰鬥群在附近後命之外 美國也開始增派部隊前往中東 應付各種可能情況 CNN軍事分析師Cedric Layton表示 有好幾種可能 其中一種是特種部隊 好有可能是為撤離當地美國公民 也有可能是派空軍或海軍 至於派哪一種部隊去中東 美國五國大樓就守口如瓶 以色列總理內塔利亞湖持續呼籲 尼巴嫩人遠離被封鎖的真主黨目標設施 尼巴嫩南部平民唯有帶同家眷開車撤離 升級的衝突 智長的仇恨 都是現在進行式 尼巴嫩南部大城市的主要幹線 交通幾乎癱瘓 每部車都載滿迫切想撤離的老百姓 逃難的民眾表示 他們襲擊了我們旁邊的房屋 我們的大廈都搖房 我們的壓力很大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一定要離開 我們來這裡 因為有通知說這裡安全 情況非常慘 爆炸就在旁邊發生 有些住在靠近以色列邊界的居民 原本打算打死也不走 但是為了小孩的安全著想 也唯有改變心意到庇護所 卡塔爾和埃及同聲譴責以色列的攻擊 警告地區戰爭風險更大 但是奈塔尼亞湖強調 以色列並非向你們黎巴嫩開戰 而是針對真主黨 不要讓真主黨危害你和你所愛的人的生命 不要讓真主黨危害黎巴嫩 請立即遠離危險 據耶路撒冷郵報的《每日社論》表示 以色列人這個時候 也必須要明白 國際社會的批評也會隨之而來 我們已經聽到世界各地 譴責黎巴嫩平民傷亡的聲音 但是這些批評 往往忽略了一個基本的事實 就是真主黨使用人肉盾牌 犯了戰爭罪 以色列國防軍多次警告黎巴嫩平民 撤離真主黨拿藏武器的地區 但是這一項警告 並不是總是受到重視 真主黨的策略 躲在無辜百姓的背後 希望可以在無可避免的事件發生的時候 贏得同情 但是以色列 不能被這種策略阻嚇我們 我們必須堅定立場 要知道我們的行動 是正義和必要的 是正義的 6月發生的中國人道菲律賓被綁架殺害事件 令人震驚 近日參與綁架的犯罪疑犯李娜 在南韓被捕 因為中韓之間有引渡條例 預計這名女子可能被送到中國 不過有報導指 這名女子持有台灣身份證 學者分析當中涉及的中韓關係 韓台關係和中台關係 今年6月 兩名中國醫療器材公司高層 升下的中國公民 和聖孫的美籍華人 接到自稱是李娜的經銷商邀約 前往菲律賓合談生意 兩人在抵達當地之後被綁架 6月24日被發現的時候已經被撕票 這段期間 被害人家屬應綁匪的要求 向綁匪匯款新台幣1,340萬的贖金 當地警方通過相片 確認其中負責要約兩名死者的女兒犯李娜 是來自台灣 但案發之後 這個人就下落不明 6月22日 李娜在南韓被捕 據新浪網報導 李娜持有中華民國護照 真實姓氏系姓陳 出生年份是1980年 出生地是台北市 據了解 南韓警方逮捕李娜之後 由於中國和南韓之間有引渡條例 不理而反的國籍可以互相引渡 因此李娜將會被引渡回中國 對於中國向南韓引渡台灣公民這件事 本台記者採訪了國際研究院資深顧問 開南大學國家機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陳文甲博士 他表示 有關中國和南韓之間的引渡條約 不理而反國籍可以互相引渡的說法 並不是完全準確 因為根據2002年生效的中韓引渡條例 兩國可以在特定情況下引渡對方國民 但是國籍問題仍然是引渡的重要考慮 但是中韓條約准許在某些嚴重案件 引渡對方國民 所以為李娜的印渡提供法律依據 至於李娜持有中華民國護照 而且是來自台灣的身份 將會帶來政治和法律上的爭議 所以南韓當然會以遵守一個中國政策為理由 視台灣居民是中國公民 因此不會因為他的台灣身份而阻止引渡 何況南韓會傾向根據法律程序 處理涉及重大刑事案件的引渡請求 所以在目前中國和台灣關係緊張的背景下 南韓為了政治考慮 應該會依照條例進行引渡程序 這件事會對中韓、兩岸和台韓之間有什麼影響? 陳文革分析說 李娜案將會對中國、南韓和台灣三方關係 產生多層次的影響 一、對中韓關係來說 這次引渡事件 體現兩國司法合作的緊密性 因為根據中韓兩國簽署的引渡條例 南韓在李娜案件 遵守條例規定 顯示出南韓願意在重大刑事案件和中國合作 那對於兩國的司法合作和雙邊關係起到積極作用 並且加強雙方在法律執行方面的信任和合作 而是對兩岸關係來說 這件案將會進一步加劇緊張 因為李娜持有台灣護照 所以具有台灣身份 將會成為兩岸政治敏感話題 這件案中國將它視為疑犯 而台灣社會會認為是一個涉及台灣居民的政治事件 自然會引發台灣內部對中國司法管轄的抵觸情緒 將一步激發兩岸在國籍、司法和政治上的分歧 三、是這件案也將會對台韓關係產生一定影響 因為南韓基於一個中國政策 將李娜視為中國公民 並且根據引渡條例將它移交給中國 這個做法將會引罰台灣的不滿 並且造成一定程度的政治磨擦 新加坡前交通部長易華人 9月24日在法庭承認 以公務員身份收取貴重禮物 被判五項罪名成立 據法國國際廣播電台的消息 易華人最廣為人知的事績之一 就是協助將一級方程式賽車引入新加坡 觀察人士認為 這件案是新加坡歷史上最具政治意義的審判之一 預計在明年11月舉行的大選之前 這件案也可能破壞執政黨 人民行動黨的聲譽 易華人涉嫌收受兩名商人貴贈的禮物 包括馬來西亞酒店大亨 黃明星贈送的熱門運動賽事和表演門票 多哈四季酒店住宿 搭私人飛機飛往卡塔爾 飛回新加坡的商務艙機票等 總價值31萬美元 洪方補充說 易華人已經將他獲取的所有好處 交出38萬新波幣給新加坡政府 新加坡以高薪 連結和有效的公務體系著稱 新加坡總理黃秦才曾經表示 人民行動黨的反腐敗立場是沒有商量餘地的 當地媒體報導 新加坡上一次有官員涉及貪污被起訴受審的 是1975年時任環境發展部政務部長黃秦文 他被控受賄超過60萬美元 根據國際透明組織去年發表的貪腐指數 新加坡位居全球最廉潔國家的前五名 星期一 被外界稱為人事外交之中的人事 被中共逮捕的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海 向媒體講述了2018年 他在北京被捕的情境 和被中共囚禁的經歷 他形容這是最折磨人 最痛苦的事 24日 中國方面回應說 康明海的指控是謊謊和誹謗 據《法新社》9月24日說 康明海曾任駐北京外交官 曾擔任國際危機組織致富顧問 直至2018年12月10日被捕 他被指控從事間諜活動 被監禁接近3年 2018年 適逢中國華為集團老闆的女兒孟晚舟 應美國要求在加拿大被捕 就在此時 康明海在中國被捕 也與孟晚舟一樣 在2021年9月獲釋 回到自己的國家 邁克爾科夫里格 也就是康明海 星期一向加拿大廣播公司表示 聯合國的標準是隔離時間不超過15天 除此之外 被認為是心理折磨 我在那裡逗留了接近6個月 康明海強調 由心理上來說 這種拘留的待遇 是我經歷過最疲累 最痛苦的事 24日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林劍主持 例行記者會 發生社記者提問 對於康明海所說的 在中國監獄被單獨監禁了 接近6個月 受到心理折磨 中方有什麼回應? 林劍表示 中國是法治國家 中國的司法機關 嚴格感依法辦案 謊話和抹黑 改變不了你所提到的 這個個人違法犯罪的事實 我們奉勸有關方面 尊重事實 反省錯誤 根據公開資料 康明海被囚禁在一個 不足十平方米的監獄裡 每天被8小時審訊 他所在的監獄裡的燈 每天24小時都開著 並被迫開著燈睡覺 我們每天都收到很多來自健康520的正面回饋 今天分享的是來自西雅圖的王小姐 她有家族遺傳的高膽固醇問題 服用三高代謝寶之後 她的膽固醇由160下降到120 我那個膽固醇啊 有的時候就到了150、160了 我這一次吃了這4品以後 我就降到了120 因為吃了那個美國的那個 膽固醇那個藥也沒怎麼降 另外我也聽說那個膽固醇的藥 比較傷肝 另外這個膽固醇呢 帶著這個肝功能也高原來 那我後來那個肝功能 從25就降了17 就17就屬於正常了 然後我們先生呢 吃健康520 他這個血糖啊就9 打針吃藥就都下不來 就是上個禮拜 他說哎呀終於到了7了 上個禮拜我們先生去 看的那個糖尿病那個醫生 然後那醫生就說 哎呦最近怎麼到了 斷在身體了 他早沒跟他說他吃這個 但是他心裡就明白 他膽固醇也掉了 換一個膽固醇 他現在只有81 所以一般這種健康產品 他都是補充品 他都不掉藥 因為我覺得還是不錯的 三高代謝寶 不單止針對三高問題 還能夠調節內臟功能 幫助身體恢復平衡 提供長期的健康管理 如果你也在尋找一款 天然的健康解決方案 就不要錯過健康520的三高代謝寶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 歡迎轉發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再見 關於是 對方的朋友 建議 訂閱 參加 請坐 進來 請坐